最近,P哥三刚播出几期,就有网友不淡定了,原来是有人扒了P哥三中几位哥哥的手表,发现他们中手表最便宜的有6.4万,最贵的有43万。 而下面还有网友说,他们好低调,明明有几百万的表,非要贷几万块的,要知道,手表只是这些明星资产的很小一部分,而他们能动辄上万上百万的名表,可以说真是有钱的和我们不是一个次元的。 细数P哥三中这些哥哥的资产,有不少哥哥们的豪真是能让我们普通人的认知颠覆无数次。 1.胡斌 在2000年的时候,胡斌曾与路易、陈坤、李亚鹏并列中国内地四大小生,但自从事业巅峰期他出国深造之后,胡斌在国内就已经慢慢地过气了,不过这似乎丝毫不影响他的有钱。 早在2015年,胡斌就上过一个日本综艺,综艺中他为观众展示了自己的大到惊人的衣帽间。 作为模特出身的胡斌,时尚资源一直不错,他的衣帽间里自然也收藏了不少名牌包包、鞋子、服装等,但令人没想到的是,胡斌表明衣帽间物品的总价值估计有40亿日元。 想过贵,没想到这么贵,随后,胡斌还表示自己喜欢收藏手表,说着他向节目组展示了自己十年前收藏的一块表,这块表中有他名字首字母HB的箱钻定制,价值约3000万日元折合约154万人民币。 2015年的十年前,也就是零几年时价值100万的手表,胡斌你是说买就买啊? 而在批哥3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就先导片胡斌就换了三块手表,其中一块8.6万,一块10万,而最贵的一块则是43万,足见豪横。 胡斌表示这块手表里面还刻了他名字的首字母HB,可以说是私人定制了,而这块表的定价也是达到了折合人民币154万元,这还是在十几年前的价格,那个时候的钱还很贵,但胡斌也是说买就买呀。 而在批哥这个档节目里,胡斌也是被网友扒出光纤导片就换了三块手表,而最便宜的也价值8万6,而最贵的那一块却已经达到了43万,其价值早已超过了一套房,不难看出胡斌这么多年的打拼也是收获扑风啊。 而能装下胡斌这个豪华衣帽间的豪宅,位于北京,占地720平方米,据他透露,这个房子大概价值10亿日元。 热爱名表的胡斌,豪车也不少,几年前他在上海朋友聚餐,被拍到开的是估价在100万左右的奔驰S300。 硬汉当然适合配出广豪卖的越野车了,胡斌就有辆奔驰的G65越野车,帅气硬朗,估价近400万。 奔驰迷胡斌也有法拉利,这款法拉利488估价在400万左右,看起来像一个写嘴笑的小恶魔。 据传,在模特圈和影视圈辗转多年的胡斌,如今仅一个衣帽间内物品的价格就高达近2亿人民币。 如果不是胡斌在录制节目时亲口所说,恐怕我们联想都不敢想。 又有北京大豪宅,又收藏名表名车的胡斌,实在是负得令人震惊啊。 2.蔡国庆 与胡斌不同,蔡国庆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爱收藏古董,古玩等。 蔡国庆家里有一个专门堆放这些古董的地方,瓷器、玉器、翡翠、家具、书画等堆满了各个角落,可见她收藏之多。 也正是因为她家里古董古玩藏品多,再配上蔡国庆喜欢的红木家具,显得古色古香,朋友开玩笑说她家就像一个小故宫。 蔡国庆曾在综艺里绣过自己的各种古董藏品,她拿出的一样小酒中就价值180万。 她还收藏了一件破损的青庸正年间的金花云龙文大天球瓶。 据她透露,现在一个完整的天球瓶,大概价值一两千万。 热爱中国文化的蔡国庆,连豪车也选了国产的红旗H9。 这辆车目前估价在40万左右,但蔡国庆是受红旗企业邀请豪华定制过的,据说不论是性能还是豪华程度都不输劳斯莱斯。 而在早些时候,蔡国庆的座驾是一辆红色的奥迪A7,这辆车估价在78万左右,可以说是低调奢华。 蔡国庆不仅长相文雅,连收藏爱好也是文雅古典,坐拥着小故宫的她,平时生活却十分低调,令人佩服。 3.林志颖。林志颖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艺人,据估计她的身家早就超百亿了,因此她的豪横也非常明显。 在批哥3中,林志颖带着18万百来世手表出尽过几秒,但这块表应该是林志颖手表中非常低调的手表了。 要知道林志颖可是戴RM的人。 在出席之前的一次活动时,林志颖被拍佩戴价值上百万的RM手表,这款全球限量500只,市场行情超过300万左右。 可以说是一只行走的超跑。 而林志颖的妻子也同样豪气,随便一拍就被网友发现带着劳力士,这块劳力士市价约381万元左右。 比起手表来,林志颖的爱车更出名,作为赛车手的她拥有法拉利、兰博基尼、福特、哈雷、保时捷、奔驰、宾利、宝马、奥迪等等各种上百万的名牌车。 除此之外,她的车库还停着一辆价值1.2亿的兰博基尼跑车,简直可以开一个汽车展览馆。 而拥有上一身价的她,豪宅自然也不逊色。 据说林志颖在台北花了两亿台币买下了三层独栋豪宅,光是装修费就花了500多万,房子大到里面停放一样跑车就像摆上了一个玩具一样。 随后她又花上一新台币打造了一整套智能家居系统,也因此她的豪宅被称为全世界最智能的未来世界,可以与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豪宅相提并论。 在林志颖的豪宅外围还有一个大花园,净显豪宅的优雅和靓丽。 作为不老男神,林志颖的名气也没怎么摔过,成家后的她既有漂亮老婆和三个可爱儿子,还坐拥数不清的豪宅豪车名表,真是幸福满满。 4.马伯谦 马伯谦是富二代,不会还有人不知道吧? 马伯谦从小生活在美国纽约,父亲马清韵是美国加州大学建筑学院院长,美国建筑师协会会员,母亲李守宁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国际建筑师。 马伯谦的外公外婆也是体育界的有名人物,马伯谦的外婆是中国女兰主力,外公李安格更是建国后第一位中国女排教练,电影夺冠中就有对她的描写。 家里满满当当的大人物,这样强强联合的优越家境在富二代中也算是少见,这也难怪马伯谦和父亲日常聊天就是平平淡淡的五个亿的项目了。 和一般明星的豪宅不同,父母都是优秀建筑师的马伯谦,家里的豪宅酷似太空博物馆,设计感十足。 大伙的美聚摩登家庭还曾在这所房子取景,足见这栋房子的奢华和高级了。 马伯谦老家是西安的,所以他们家在西安老家也有房子,建在田园中,比起国外的豪宅,西安的房子更加低调,是小木屋的样式,富有艺术感。 房子后则有一座瞭望塔,可以说是清闲雅致。 在马伯谦所居住的豪宅中最值得一提就是他在西安的一套小木屋装修风格的豪宅。 据悉,在这个豪宅的附近还有一个价值连城的酒庄,甚至还曾有人在节目中调侃马伯谦,他家有钱,他的东西可以随便丢。 由此可,见马伯谦的豪横是业内公认的事实。 除此之外,马伯谦在西安的老家还有个超大的酒庄,连城贺听了都当场叫起马哥。 被鱼车,马伯谦就略显随性了些,据说当初父母让他开豪车,他担心太高调,就选了自家最低调的宝马M4,这辆车的市场估价在一百万左右。 他,普普通通的低调百万豪车是吧? 据马伯谦身边朋友爆料,马伯谦连车钥匙都随便扔,他也因此被朋友调侃称他们家有钱到这些东西随便丢。 但这种随性,也正说明了马伯谦豪得十分有底气。 除了批哥三中的这几位哥哥,前上一季中的这位哥哥也是特别好。 5.陈小春 54岁陈小春的在批哥中出现,绝对是大行爷亲回现场。 集体赤诈红人,立马有了熟悉的那味儿。 如此深入人心的山鸡哥,却一直声称自己是娱乐圈的穷人。 穷人住千万豪宅,读名校。 曾有媒体爆料,Jasper所读的香港药中国际学校,一年学费就要14万。 在一档真人秀节目中,也曾爆出陈小春的豪宅,是香港一线海景房。 都知道香港寸土寸金,这样宽敞的客厅、阳台、空中别墅,价值过亦稳稳的。 其实从2017年爸爸去哪儿五大火之后,原本空有山鸡哥知名的陈小春,就已成功翻红。 同期的郑一剑、林晓峰等知名明星,出场商演费用不过30万,而此时的陈小春片酬已飞至150万。 不仅如此,短短四年,陈小春就登上了新生日记王牌对王牌快乐大本营等17个知名综艺节目。 随便算撒,不说盆满钵满,也是挣了千万有余。 这样的身家,怎能算穷人? 说起来,陈小春的确出生贫困,即便因古惑载系列一炮而红, 但因为人耿直,不愿意对导演阿余奉承,而时常接不到戏,收入并不稳定。 加上不善理财,所有收入除了还债,所剩无几。 然而理财不行,眼光行,与英彩儿结婚后,陈小春的财富质迅速飞升。 英彩儿不仅形象,家事良好,更擅长营销管理。 陈小春曾在节目中坦言,自己的娱乐事业都是妻子安排管理,财务自然也是全部上交,所以很穷。 英彩儿也不负所托,一方面帮陈小春管理财务,营销形象,一面发挥自己的观众缘, 带着老公一起在内地捞金,共同升职,这才赢得了如今的上亿身家。 果然,老婆娶得好,极品穷人也能翻身。 虽然明星的豪大家一直都有所耳闻,但P哥中好几位哥哥的资产动辄上亿, 还是令人瞠目结舌。 更何况,P哥中的大部分哥哥已经挣到普通人一辈子都挣不到的钱了, 世界的参差大到总让人感觉明星和我们用的都不是一个货币单位, 哥哥带名表,开豪车,住豪宅, P哥三中的哥哥们也太豪横了, 真是有钱人的几张照片就比我们普通人的一生还要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